这些反华势力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的政治私利 肆意地挑动中美对抗和分裂 散布大量的政治病毒 这严重地毒化了两国的民意氛围 鉴于当前丹东疫情形势 中朝双方经过友好协商 决定临时暂停丹东至新一州口岸铁路货运 印度留学生反华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启动 只带印方向中方提交确需反华的留学生名单 中方理解印度留学生数量多 印方需要一些时间收集 总之中方做好了 接受部分印度留学生反华的准备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 需要结合国际疫情形势变化 及学生专专业学习特点统筹推进 这一原则一视同仁 适用所有外国留学生